欢迎收看 维新世界 用意与人生 人类意志愿 人类合适去 为国家庆祝党 为宗宝来健康 大家学业建 最人出宿口安心 大家学业建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学业建 最书当中好顺心 最书当中好顺心 大家学业建 无人以来台中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用意与人生 我是巴德道场联拼法师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我们巴德道场的同修 王志皇 王师兄 那请来分享 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王志皇 我是巴德道场十六届的学员 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王志皇 王师兄 要来跟我们分享用意与人生 那么他的这个沾卦 他的问题 那他这个地卖了好久都卖不出去 那么他如何用意 把这一块土地 那么卖了那么久的土地 那么能够顺利的把它卖出了 那请我们这个王师兄来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说到这块地 差不多我们这样持续来 卖了将近快三十年了 三十年来碰到了很多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都没能把这块地给卖出去 因为这块地从最早是因为我的舅舅 因为生意上有一些问题 他缺少资金 我妈妈就是因为自己的弟弟有困难 找我们兄妹来帮舅舅取决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姻缘 然后跟舅舅买了这块地 他买了以后就想说 如果说可以的话 就是好的价钱把这块地卖了 他持续上都有找人来看 他当初这块地呢 我不是很有意愿要去买 因为对土地这方面的事情 我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 因为这块地它的地形不是很漂亮 而且它的周围都是别人的土地 这两块地是建地 它被包在中间 只有差不多三米的出路 所以这块地不是很完美 所以要卖的话也是很困难 除非说是真的有缘 可是这块地当初是跟我的妹妹 一起出资金来把舅舅的这块地买下来 买了以后 妹妹也是说可以的话就把它卖了 可是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有人来看 看了以后都是不满意 价钱也是一个问题 地形也是一个问题 一直都没有把这块地卖掉 后来也没有很积极 这块地摆着也是摆着 可是妹妹那边她比较缺资金 她就比较积极 很多事情我也不清楚 都是我妹妹 我妹婿在处理这块地 我后来有听说 这三十年来 这块地起码仲介待看的 超过一百组以上 可是常常在临门一脚的时候 又没办法成家 很多像斡旋金五十万一百万 都已经开出来了 第二天要签约 可是到了第二天 对方又反悔了 什么原因 我也没有去决救 都是我妹婿她跟我讲的 起码超过一百组看过这块地 可是到最后 就是都没有办法把这块地顺利成交 那那么久了 我也没有很积极 就是前一阵子 去年的大概八九月份 我妹妹因为急需要资金 她跟我说 哥哥你想想看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块地能够尽量宅一点卖掉 已经那么久了 有赚钱没赚钱都没关系 只要能把当初的本钱拿回来就好了 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补个卦看看 看是不是有那个因缘 把这块地卖出去 后来我补了卦 可是卦像上我是感觉也不是很好 后来就是那么恰巧 原品法师那天刚好因为有事情到我的店里来找我 然后我将这个卦请示原品法师 他原品法师他看了也是不太好 价钱不太好 而且要等时机 那我想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顺其自然好了 可是后来 原品法师要走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 你求努力做 我在恍然大悟 这三十年来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我们凡事皆瞻 就只要请示老主来帮忙我们 解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不如意 我在恍然大悟 对啊 我说没有想到呢 我可以请示老主啊 请示老主帮忙啊 为什么这块地我们卖了三十年 一直都没办法卖掉呢 第二天我马上到道场来 把所有的原油跟老主禀报 后来再沾了卦 卦像中显示就是土地上的问题 后来我有再问我的舅舅 他才跟我讲说 当初因为舅舅会切枝金 是因为迷上当初六合彩很风行的时候 舅舅迷上了 就是因为六合彩的关系 让他亏了很多钱 他缺资金才来找我的妈妈来帮忙 就是因为常常有一些名牌要请示 当初我的舅舅 他请了很多的神明在家里面供负 后来因为没有住在那边了 神明有请走 可是因为不如法 有很多的神明都还在留在那边 没有走 因为这个因素 大概可能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把这块地很顺利的卖出去 它会产生很多的阻碍 然后来到大厂来将这些原油跟老主请示 然后请示说 如果说这块地能够顺利的卖出去 然后我们要怎样来扶持 做到我们大厂老主应该要怎样去做 后来才能够说把这块地很顺利的卖出去 那其中还有很多的因素 这请老师再稍微补充一下 然后后面有三个卖 老师会讲得比较清楚 那当然我们来跟老主师尊 这个靠师尊听 这堆地就真的不太久了 地形地物又不漂亮 那么怎么办 如果能够顺利出售 那么你要做到做什么 那结果照顾就照顾 那他就跟老主师尊许愿 许愿之后 那果不其然 就人家来看的就很多了 第一组人 第二组人 第三组人 第四组人 都没关系 来得越多 你每一组跟他占卜 所以他也很从96年进入中门 十多年 那他对于占卜 那他当然只能够得心应手 但是要怎么切入 那就是要临门一脚 点他一下 他就往南大户了 所以他就自己占卜 自己占卜 那么卦象 第一组是什么 第一组的人员 我占了之后 同时就有三组人 同一个时间来要买它 我们就是以四窑跟硬窑来看 硬窑 朱雀 而且七材空旺 我想后来确实是印证说 这一组人他就是只出一张嘴 他要买 他要买 可是他又没有那个财力 他只是出一张嘴 他像这个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跟他签 这就没缘了 这个就没缘了 然后第二组的话 他的卦象中 我是感觉说这个还不错 硬窑柴窑来课 那叫质卷就这样应该不错了 可是父母也要空亡 父母的话就是忧神 你说合约文书这方面也是看父母 后来因为我对土地之边我是了解 可是我的妹婿 她对土地所有的一些法规 她更清楚 后来我的妹婿 我有问她 这材料不错 去给材料不错 她这组看怎么 可是我妹婿说 你看清楚 她五百万的卧玄金已经拿来 可是 这我们不能够签 有什么呢 她后面带弹书啊 弹书地上地下 地主要处理 而且还要负责五管 五管是 他们那个土地的一个 算术语啦 就是像污水管 电信管 自来水 总共有五个管路 要由我们来负责 我说这个不对啊 那我妹婿说 对啊 不对啊 这个是建商买方要负责的 怎么是我们地主要负责 虽然说柴窑可以 可是这组也不行 因为到时候签下去 很多麻烦你会解决不完 接下来是第三组 第三组一看 也不错 硬窑柴窑来相声 硬窑柴窑又旺 后来跟第三组签了 结果就是第三组 能够顺利成交 是这样 这个我要附带说明 那么买卖土地 父母窑如果是空王 那这个就是在合约里面 有设下层层的陷阱 所以这个就不能 这个跟他签约 签约的话 那我们就是这个 吃不完兜着走 所以还好的就是 他的这个妹夫 那么懂得这个法律 懂得这个买卖契约 那么也还好 我们的这个王师兄 他懂得去占卜 他懂得占卜 把这个现象占卜出来 那么他就能够寥寥分明 这个跟这一组人签约 会产生什么现象 所以这个我相信 如果没有用益经来占卜的话 我相信也看不到这些端名 所以学习益经 这个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助自己 不伤害别人 尽而能够帮助别人 那么第三组人 刚刚他说的 七材窑来望向 又来生四窑 那这个就是乌言 我们不要说 他就能买多少 最起码 他是诚心十足 来要来跟我们购买 这一块土地 所以你看 在老祖师尊的威德力之下 你去跟老祖祈求了 那祈求老祖师尊答应你了 就让你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 那么能够获得成交 三十年的这个买卖 那么就圆满 画下句点 如果想到这个 我们以前有一位同修也是 他被这个房子 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买了 没有去住 你买了很远的地方 我说买房 你就买在借金 你用得上的 那如果你要买房子来投资 你要先沾 这个房子有没有财啊 你才能够去买这个房子来制产 就是来当你这个身材的这个器具 那么如果是要自己住 你就父母窑一定要望向 父母窑就是保护自己嘛 父母窑就是保护这个房子 买这个房子就能够来保护着我们嘛 买一个房子要沾三个挂 一个是父母窑 这个房子好不好 能不能保护我们 有没有偷工减料 那么这个房子住了以后会不会有财 这个有财的话 那么你买了这个房子住进去以后 你赚钱就能够平顺嘛 再来我买了这个房子 有没有长期性的 子孙咬望不望 所以要分开沾 不然的话就是什么 七才克父母 父母克子孙 所以一个挂 你不能够看三种现象 一定要每一个挂 每一挂一沾 这样子的话就寥寥分明 用意 我经常这个告诉我们的同修 凡事必沾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要太拼大 看不着没关系 我们学校看不着没关系 拿回来请教你们老师给你们看 请老师来帮你们这个解挂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法师 那么跟随师父都是 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久 尤其我们第一届天剑维心博士 那已经都这个 二十年以上了 像我的话 这个跟随师父已经二十 二十七年了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也成本老祖师尊师父 让我在巴德道场 那么这个当一个助辞 那么独当一面 面对了所有的这个信众同修 每个礼拜二我都在这里 这个为大家来占卜 这个凡事必沾 有幽影男爵的事情 那么我们借由我们的广 跟老祖师尊的威德力 来各位为各位来解析这样子 那我刚刚讲过了 他这个房子买得很远 结果他这个薪水呢 就付了贷款 压着他喘不过气来 那他就问我 老师要怎么办 我快要没有钱 缴这个清洁费了 我问你可真开玩笑 清洁费一个月才几百块 一千五百块钱 怎么会这个缴不起 那他就说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我说没关系 第一个老祖师尊师父有传 那么你要卖房子 你要当到你的这个房子里面 拜你的地基主 拜你的地基主 一饭五菜三百寿金 加上平安符 四个角落把它画一画 那么祈求有缘的这个人 那么来购买你的房子 你要把你的地基主说 我就没缘腾住在这里 请你借你们缘缘的人 来这里基主 他去祈求以后 一个礼拜后 他从来没有人来问 结果这个一个礼拜后 竟然有人来问了 而且问了以后 买成了 他就卖成了 那时候他非常非常感恩老祖 姚老师 这是怎么知道 叫人 我说这是宿船的 庙法土船里面讲的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庙用无穷 在我们中门 这个最大的一本法宝的书 庙法捕船 庙捕船里面所有的人事物 你当你碰到任何疑难杂症的时候 那么除了我们用意 那么还有这个庙法捕船 可以来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方法 寻求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阿弥陀佛 关于这块土地能够顺利持交 成交 后来我真的深深的体会到 我们日常生活上也好 或者说做生意也好 各方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 我们都要请老主来加入当我们的股东 做生意也是一样 请老主来当我们的股东 请老主当我们的股东 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既然是股东 对于事业上家庭上 一定都会有帮助 老主都会时时在我们的左右 来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的心 时时都有老主在 老主时时也在我们的周围来帮助我们 既然老主是我们的股东 股东自然就是要有鼓励 有分红 所以我们对于道场 对于中门的护持 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 来做到护持的一个 让道场还有中门 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来顺利的进行 尤其现在学院那边要建大礼堂 很多我们做生意的 如果说可以有那个能力 都可以尽量地护持 让我们中门的一些事业上 都能够做得很完美 阿弥陀佛谢谢 这个讲到卖房子 或者是卖土地 那么除了请求这个师尊师父的这个加持以外 那记得有一次 他这一块土地是在中台禅室的旁边 非常大的一块土地 那也卖了好久好久 那怎么办呢 那么他来道场请示 那我就将这个庙法就转述给他 那我就告诉他说 你年内要买了这个 一般事务都说拜地基主 三百寿金就够了 但是他的土地差不多超过一家 一家外 一家外是 我就说你就 因为在这个山上 你拜饭菜 就有点比较不方便 所以你用水果 用水果 那因为饭菜你要有个桌子 那就在这个水果的话 你没有桌子的话也还好 你就把个五果 那么三千寿金 那四个角落你要跑 可能杂草太高了 你就把它划分起来 差不多在这个前面 这个有一点宽度的地方 那么你向里面祈求 山神土地神 那就不是只有地基主了 那祈求山神土地神 能够来帮忙 那么当地的土地公 你爱去跟他讲 那这个希望能够顺利的 能够来卖出 那卖出以后 你会行功利得 会行功利得 将你自己的能力所及 帮助孤儿 帮助这个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有了你这个信念 那么你这个像 这个山神土地神来祈求 那么跟当地的土地公 也一样的来祈求 那么第一次 这个去拜了以后 回来了 这个一个月没有消息 我说你要再一次的去 七二十五 七二十六 那么你就要去拜 最少拜个三次以上 那么你就会有所感觉 结果这个经由我们的这个指示 那么他也真的是做到了 有时候我经常讲 我告诉你 不是就能够成就 而是要你去身体力行 你要去做 结果他真的在三次以后的半个月 竟然就有人找上门了 而且顺利把他这个一甲多的土地卖掉了 那当时我们不会要求他 对我们是有做任何的回馈 因为这个也不如法 我是说你要这个记住 孤儿院 养老院 这个是两个地方 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把你的这个功德 回向给你的山神 土地神 土地公 以及回向给你们的祖先 这样子的话 那么相信在你卖土地之后 你这个钱也会保有的 也更能够保有 而不会随之就流失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请了我们王师兄 那么来分享他这个土地出售 三十几年卖不出去的一个土地 那么养葬老祖的威德利 能够顺利的这个出售 那么当然 用意跟我们的人生是息息相关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王志皇 王师兄 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用意与人生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万万一条心 一条心 天黑黑黑天 国家社会电台电 国家社会电台电 国家社会电台电